让座是可以好好来说 不必要动手打人 不过事实上我们看到 现在其实智慧型手机 几乎是人手一只 很多年轻人在搭捷运或公车的时候 习惯当起了低头足 玩手机来打发时间 就民众拍摄到这样的画面 一名孕妇呢 这个在搭车的时候 不爱坐上一群年轻人 全部都低着头玩手机 没有人愿意起身让座 当然这样的景象让人看了 不禁摇头 即将闭察 明权公园 21号早上上班尖峰时间 公车上坐满乘客 却看到一名孕妇 手里提着大包小包 站在座位旁边 不过每个人都低着头 不断玩手机 竟然没有人愿意起身让座 孕妇一路上挺着大肚子 和座位距离不到20公分 旁边年轻男女大喇喇 坐在博爱座上 低头玩手机 毫不理会 看到这段画面 让民众直呼实在 太夸张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普遍 民众不管在监狱上或公车上 甚至等车时 只要有空闲时间都习惯 直接拿出手机打发时间 不过其实这样很容易会发生危险 因为有的人开车也在滑 那走路也在滑 对所以其实如果一个闪生不小心 就容易发生意外 有运过老人就是尽量 如果前面他们没有让他 就尽量会让他们坐 虽然有些司机会广播提醒民众 记得让出不爱坐 不过爱玩手机的低头族 还是得多注意四周状况 才不容易发生危险 害人又害己 最终的理事宏 杨荣 特报导